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的新闻焦点围绕着美国的政治局势 特朗普的支持似乎在上升 但哈里斯并不打算轻易放弃 他正全力以赴争取国会席位 这场竞争可谓是白热化 苏爱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政局也在变化 反对派领袖们正忙着 为可能的提前选举做准备 他们针对医疗住房等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这将对未来的选举结果产生影响 最后法国文化部长提议对圣母院的法客 收取小额入场费 以帮助维护这座历史遗址 这一举措旨在为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 提供新的资金来源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he Telegraph Opinion提到 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传统观点发生了剧烈转变 曾经被认为副总统哈里斯必胜的局势 如今却让特朗普看似占据了优势 然而特朗普最大的风险在于共和党的过度自信 著名保守派评论员埃里克 埃里克森在警告特朗普的同时 也表达了他对选情变化的担忧 他指出尽管目前的数据似乎对特朗普有利 但并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显示 他将稳操胜券 哈里斯的竞选策略也在调整 尽管他面临挑战 但仍然有资金和人力的优势 最终选民的投票率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特朗普在接受采访之表述 如果他当选总统 将会在两秒钟内解雇负负责调查他2020年选举败局的特别检察官 杰克·史密斯 特朗普认为解雇史密斯将迅速终结两项正在进行的案件 而他并不担心因此引发弹劾 特朗普面临的法律问题包括两项有史密斯福的案件 以及与他在纽约的定罪和乔治亚州的指控 尽管他否认所有指控 但这些案件的进展仍对他的竞选构成威胁 CBC则关注安大律省的反对党领导人们 如何为可能的提前选举做好准备 尽管下次选举定于2026年 但由于省长福特政府近期的一系列举措 政治观察家们认为可能会提前选举 自由党领袖伯尼克伦比认为 医疗保健将是选举的关键议题 而绿党领袖麦克·施赖纳则 强调住房问题的重要性 呼吁福特关注当前民众面临的挑战 新民主党领袖玛丽特·斯泰尔斯则认为 民众并不希望提前选举 而是希望解决诸如负担能力和医疗服务等实际问题 各方都在为未来的选举布决 期待能在选民中赢得支持 环球邮报报道 法国文化部长拉西达达地提议 对游客收取小额费用 以帮助维护世界著名的教堂和大教堂 达地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表示 若每位游客收取五欧元 诺特丹大教堂每年可筹集七千五百万欧元的资金 法国的世俗主义是国家认同的一部分 政府负责维护全国一万五千座 被列为历史古迹的宗教场所 通常这些场所是免费的 诺特丹大教堂在大火后正在重建 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将在五年内完成重建工作 达地还提到来自欧盟以外的游客 应支付更高的门票费用 以帮助资助国家遗产的修复 CBC新闻报道 诺瓦斯科舍省自由党指控一位前省议员 在转头执政的保守党时 未经允许访问并挪用了包含敏感和个人信息的文件 自由党主席马克里特·米勒表示 这一行为严重侵犯了选民的隐私 并影响了近500名选民 自由党已联系皇家骑警和诺瓦斯科舍省权局委员会 要求进行调查 对此省长蒂姆·休斯顿对此事的严重性表示轻描淡写 而自由党领袖扎克·丘吉尔则批批批休斯顿的态度为虚伪 强调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电讯报道 卡玛拉·哈里斯首次称唐纳德·特朗普为 这一评论是在CNN的市政厅活动中发表的 此言论正值特朗普的前幕僚长约翰·凯利对特朗普的严厉批评之际 称其符合法西斯的一般定义 哈里斯的这一政治攻击是否具有严肃性引发了讨论 此外报代提到哈里斯的副总统人选定 乌沃尔兹与一名被谋杀的警察的妻子之间的情感冲突 凸显了当前政治环境的复杂性 独立报报道 穆里尼奥在欧联杯中迎战曼联带领费内巴切主场迎战他曾执教的球队 穆里尼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现得风趣幽默 甚至开玩笑称如果曼城因财务问题受到惩罚 他的曼联仍有机会赢得2018年英超冠军 尽管他在曼联的执教生涯经历了风风雨雨 但他仍然自信满满 曼联在本赛季的欧联杯中未尝胜计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尤其是在前任主帅石哈赫经历了五场不胜后 刚刚在英超中取得一场胜利 比赛将在伊斯坦布尔的苏克鲁萨拉哥鲁体育场进行 曼联的客场表现不佳 过去四次在土耳其的比赛中均未获胜 独立报还提到前密歇根州国会议员弗雷德厄普顿打破党派界限 公开支持副总统哈里斯竞选总统 认为特朗普不适合再次担任指挥官 厄普顿在接受采访时提到 特朗普在1月6日国会骚乱后的行为失控 并表示他已通过区域投票支持哈里斯 这是他首次投票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他认为哈里斯能够更好地推动两党合作 并提到他支持的参议院移民法案因特朗普的干预而停滞 厄普顿的立场反映出在共和党内部对特朗普的不满 越来越多的传统共和党人选择与他划清界限 在另一则《独立报》的报道中 调查显示 大多数选民认为特朗普即使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胜 人继续面对他的刑事案件 根据最新的民调 近58%的选民认为 如果特朗普下令撤销指控是错误的 而56%的人认为 州和联邦检察官应继续对他提起诉讼 尽管特朗普的律师主张 所有审判应推迟到他完成第二任期后再继情形 但选民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依然坚定 调查显示 选民的观点在党派之间存在明显分歧 支持特朗普的选民 土边认为这些指控是处于政治动机 而支持哈利斯的选民则认为法律应当公正执行 俄罗斯的空域侵犯事件引发了对北约采取行动的呼吁 而摩尔多盟公投可能会影响三度的连院 此外 吉塞尔·佩利克特在一起大规模强奸 暗中讲述了他的经历 土耳其则面临新一轮难民危机 在格鲁吉亚选民正在选出下届议会 而俄罗斯的战争经济正加剧住房危机 也开始采取行动对抗种族主义 意大利则因计划增加风能和太阳能的使用而引发抗议 见面报道 毕昂斯将在休斯队与副总统哈利斯共同出席一场集会 这是他首次与哈利斯联手出现在公众活动中 此次活动旨在为哈利斯的竞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毕昂斯早在几个月前就已暗示支持哈利斯 并允许其使用他的歌曲freedom作为竞选主题史语 哈利斯计划在集会上强调堕胎权问题 借此与前总统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 他还将与受到限制性法律影响的女性共同发声 呼吁选民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 CNN还报道 拜登总统下令国家安全机构利用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 以便在与中国等竞争对手的较量中占据优势 同时设定限制以防止其被用于反民主目的 这上新颁布的国家安全备忘录 明确禁止使用人工智能来规避核武器部署的现有协议 并限制其在不符合民主价值观的情况下的使用 拜登希望通过明确的政策指导 促进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验和应用 确保美国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Telegraph 报道 阿森纳将在本周末与利物浦展开一场引人注目的英超对决 阿森纳在经历了对博恩茅斯的失利后急需反弹 但将缺少被禁赛的萨利巴 利物浦目前在积分棒上名列前茅 就刚刚在逐场以2-1战胜切尔西 两队都有强大的攻击火力 本赛季在八场英超比赛中均有进球 预测双方都会在球场球场进球 此外 埃及球星萨拉赫状态良好 本赛季已经打入5球 历史上对阵阿森纳也有10次进球记录 预计他将在本场比赛中继续发位 最后 利物浦后卫孔代预计会应对着哈福茨和热苏斯而吃到黄台 The Independent 报道称 毕昂斯将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出席副总统哈里斯的集会 为他的竞选助阵 哈里斯的竞选主题曲《Freedom》正是来自毕昂斯的2016年作品 预计他的到来将为哈里斯的活动增添巨大的明星效应 哈里斯在选举临近之际 重返这个传统的共和党州 旨在重新聚焦于与特朗土的竞争 特别是关于生育权的问题 尽管哈里斯的竞选团队未对此事做出公开评论 但这一消息无疑为他的竞选增添了更多关注 TeleGraph分析了曼城与南安普顿的比赛 曼城希望在主场继续保持不败的记录 曼城目前在积分棒上排名第二 而南普顿则处于降级区 状态不佳 尽管南安普顿本赛季表现糟糕 但他们在最近的四场比赛中都有进行 显示出一定的攻击力 预计曼城将赢得比赛 同时南安普顿也可能会抓住机会进球 此外挪威前锋哈兰德状态火热 本赛季已打入十球 预计他将在本场比赛中再度发位 甚至有可能打入两球 甚至有可能打入两球 曼城的克罗地亚后卫戈瓦尔近期表现出色 预计他也将尝试向南安普顿的球门发起进攻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A briefing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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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